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麼會失敗呢?怎麼會輸呢? 因為,運氣不好 我必須強調,運氣 就是機會不站在我們這邊 這是很多人輸的原因 尤其運動的人就知道,運氣不好 譬如說,講求人 這要求我們講到全身旁邊 我告訴你,運氣不好 如果有些人運氣好,什麼叫運氣好? 黑白打,打就是小便球 黑白那球是打得很軟的 剛才落在散布管地帶,沒有人接到 有人叫運氣好 我們說的而已,應該這什麼叫運氣好? 流下去,勝貌滑,得分 所以,不用說 一個刀手要贏,不是說你實力好就贏 有時候你實力真好也會輸,你知道嗎? 我這次看一場比賽 那個刀手,刀高局 無安打比賽,結果輸 你看有可能嗎? 都沒有安打 對方都沒有說安打 他還輸 你說,為什麼有這種情形? 因為,他一次會補償 他打一個補償 再加上對方的犧牲團打 到最後還有一個信貌 回家中分 一比零,輸掉 我們的刀手,對方連一支安打也沒有 我們安打說比人家多支 結果我們輸,你的氣勢還要 人生就是這樣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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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機會站在人家 人萬來可以贏你 明明就是 明明你的策略,你的結尾都是好的 但是呢 運氣不好 所以你去做這個東西 你做得了解 人做這個東西 人做得賺錢 你怎麼說 很多人說 奇怪,這個人條件比我更差 為什麼這個愛情 我如果沒有得到,怎麼會讓他得到 你條件比我更差 你剛才運氣不好 因為 剛才好人家這個女孩 上輸搖的時候 這個女孩的進水樓台先得月 剛才在那裡 剛才他上輸搖的時候 你沒有在那裡 好是不是 這有的女孩在選人家 你先說一下愛情 有的女孩 有的女孩很多女孩 你跟她說 這個女孩出門的時候 做一個基督 兄弟啊 今天落後 什麼人要害怕 我就是要嫁 你看你怎麼 你條件比我更加問題 你怎麼不抓護衫 人家的護衫 人家的護衫 抓出你很舒服 有什麼事情 有,你也說沒有 就是有 所以 你必須有生人說 人生很複雜 不是繁殊 都看過界階 所以我幾句話說 計畫感不上變化 很多事情 我們政府跟著說 叫做名運 我們說名運 其實我們記憶道說 這項目有加密的安排 你的就你的,不是你的,你求求,求不到 這種東西,實在是我們很難安算 你說為什麼人這麼好運,你怎麼說 我們有14人認真感濁,賺到沒有幾千萬 竟然說,報紙又刊出來,說有一個基督徒 他的簽合也不是自己基督徒簽出來,電腦境的,阿公他得到,5億元 你怎麼說,你現在了解嗎 你再怎麼好的計畫,有一點點,你就輸他 人一次而已,5億元,現時經交費,現2億 奇怪,他都沒有在看老三講過而已 他2億不能拿來管我,不可以奇妙,還跟他說他基督徒 你如果基督徒應該是有在看老三講過才對 你如果有在看老三講過才對,你應該知道老三做很多事工 偉大事工很缺錢,你怎麼不可以拿來管我 他最終是公囑,公囑但是是心來的 不要說,不要說 他管一間九段,管兩億,再管一個基金會,再管一千萬 很多人問我,阿牧師阿,這樣我是不是我 他們去買這個,討論我,他們去買這個六合菜 去買這個東西 我說這個東西是兄弟在決定 對吧,這個東西你說,我們要怎麼決定 你又要嫁威,你又要嫁威,你也感不上變化 對吧 這個人,兄弟就是要問太醫 所以生竟然不是一句話 說兄弟要對什麼人好,就不會對什麼人好 他們到底的事情 你沒辦法打湯,插手 所以,有時候真的,我覺得很多人,他怎麼會輸的原因 真的我生命說是運氣壞 其實我必須說,可能兄弟就是不給你這個機會 因為兄弟覺得你應該走另外一條路 所以我一直強調,失敗不是狼狼拜 有時候失敗是兄弟幫你動 因為兄弟覺得,那條路不適合你 你說這小子,那條路不適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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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路不適合你,那條路不適合你 那條路不適合你,那條路不適合你 我猜你說,你就是要接受 但是這種,都不適合你接受 你知道嗎 因為這種人會覺得,我沒有錯的結果 不是像我所想的 所以朋友啊,人生就是一個麻煉 朋友啊,人生不是像你所想的在你美好 你做人好事情都是一個風險在裡面 人好事情都有可能說,完全跟你想的都電腦頭病 你真的,氣是影是,這就是人生 就是這樣,沒什麼通話說 所以,另外一個失敗的觀念就是我們的運氣壞 這個東西,我們的東西,他沒有讓我們拿不到 第三點,社安專有,一個人,怎麼會輸 我想,其中一個觀念就是,靈力不夠 練習不夠,我們靈力就輸人 比如說奧運,奧林匹克運動會 大家,你這樣拚,你這樣拚,那拚實力了 我們平常時,我們的實力就沒有到那裡 你靈力就沒有到那裡,你就不要跟別人拚 這是穩輸的嘛 所以,你如果輸的時候,有時候你就要成人 這一點,我們既不如人 所以,孩子們不要搶車 你不要去做這個超過你靈力的事情 我們不可以說,不要照錢去搶車就是一樣這個意思 為什麼有很多人,他就要搶車的失敗 因為超過他的靈力 他根本的準確 甚至說,包括他家英就拿出來搶車了,很危險 因為他的靈力只有10萬而已,他去搶車20萬30萬 這都是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輸,為什麼失敗 因為超過你的靈力 靈力不足,或是我們怎樣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再來,為什麼一個人怎麼會輸呢 還有另外一種東西,就是信心不足 信心不足,尤其在我們這邊,東南亞這邊的選手 最最看得到 因為你看美國人,他們比較不會緊張 因為大和化之,你老公給你講,全力道就全力道 他就跟你拚,他拚很開就對了 我們就想當太晒了 現在麻煩了,兩顆好球,三顆壞球 我這人給你講,全力道我就慘了 都要不倒,就在搶了 你知道嗎,換得換死 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 我們的文化跟宿民 因為我們的文化叫做怕輸 怕輸,未前,要不前,就生輸 他們要怕輸 外國人有一個好的文化就是說,輸就輸了 輸了又拚了 因為這種精神 所以通常一個人會輸,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你信心不足 你自己沒有那個信心,你會怕,你會擔心 想太多,丟肚 就失去之後那個決定的時期,輸掉了 所以人生跟很像一個戰場一樣 戰場的變化,那是跌時間前變漫化 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你如果不緊做一個健康的決定,可能你就幾半會輸掉了 尤其人生就是,像你怕去 有時候一般怕,後面你會輸掉了 所以輸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就是你的心情不足 所以你自己做決定的時候,你沒有做決定 自己拿出,沒有拿出,自己針你沒有針 那你就輸了 所以你如果自己都要檢討 我們如果一個創作一個失敗,你要用時間去檢討 到底是什麼原因? 是我價位不好,或是我靈力不足,或是我心心不足 或是真的我都做完,完全是因為我的運氣壞 再來,人為什麼要輸掉? 他不能運用主委 單打獨鬥,單兵作戰 自己一個化台化拼 自己一個未來,沒力了,輸掉了 現在這個時代是強調要團體 你如果包括賽車要怎麼贏 不是說這個賽車手很厲害,賽就贏 不是 包括他的團隊,換輪子,比人家速度快 人換輪子,四顆輪子,賽車嘛 那四顆輪子,人家要換十分鐘 我們換八分鐘,一空母 當然不可能,不會差這麼多 但是你如果說賽車手,差幾秒鐘就差很多 所以你要贏,不是你一個人說 是你的團隊,整個團隊 一個圓正的團隊,只能堂贏你 政治上也是這樣 你說只有總統在過頭,沒辦法 你這個集中的團隊要攏總過頭 不然,你如果說只有總統 大家說總統,總統,總統,總統 大家說很喜歡選你做總統 問題,總統不可能跟你拚本搜 總統不可能跟你掃頭 總統不可能跟你掃頭 總統不可能每天出來外面跟你順領差 所以總統要一個團隊,這個團隊成功 這個政府才會成功 一個企業家,他也要一個團隊 團隊成功,他這間公司才會成功 一個牧師要成功,就是他也要一個團隊 團隊成功,這個教會才會成功 所以你就知道,很多人是怎麼失敗 因為,他自己一個人 他有一個很好的想法,但是他沒有一個團隊 來跟他拚三天 他如果沒有建立團隊,只有靠他一個 他最好還是失敗 所以,我們要想到說 一個人,你為什麼不要輸 你要拚不用輸 你就是要,可以輸用主緣 可以當你輸搖的時候,緊急的時候 教會中部這個部門,臨時跟你出眾 說的時候,你要有輸到,去找到主緣 找到別人,一般人說 簡單說就是,貴人相助 你要找到一些主緣,協助你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你看,一個人要成功 是不是有很多複雜的條件 所以輸,難免 但是你輸的時候,你要檢討 你要了解說,我是輸,是輸在哪裡 如果該人輸,我們就是人輸 如果實在是本來的贏 我們就要檢討 要這次,我們就要拚回來 人生就是這樣 我想人生,該人輸是人輸 但是要不服輸 該人輸是信心 但是不可以說輸就算了 不可以,我們就要繼續拚 該人,要這次,再來進步 這款人生,我都要處理 表演這個,回來後,我們繼續看看 這次,我們要來講一個非常要緊的原因 這次,我們要來講一個非常要緊的原因 就是高興 高興割定命運 你知道嗎? 是誰做哪些輸 三國時代主角量 明明就是,真正都慘了 但是要最後,是誰做哪些輸 因為有一個福裕老闆 聽你話嗎? 是誰做哪些輸 他在材料,他真的不會輸 但是輸是在高興 除了他那個豬人 扶不起的阿渡 他都不是做王的了 你怎麼煌煌不起來 沒辦法 巧婦難為無米之吹 個性 你若一個人就是沒有贏的個性 沒有贏的決心 你又知道條件 怎麼配合價位外交作 也沒辦法 一切因素 最關鍵就是人 就是人 這個一向價位的人 如果不對 失敗 價位更漂亮 都沒辦法 價位更好 也沒辦法 這個人 他的個性 如果是一個中途的個性 他不敢決定 他不敢決定 他不敢敢 這種人的個性 不會成功 他這個時候 他要等起來 他不可以 他不敢推薦給這些補償 說阿渡的人怎樣怎樣 沒辦法 你做一個主管 你做一個理督 你做一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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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丟臉 做一種人 那種人 不是做領袖的材料 就是說 他會這麼care 他會這麼價格 有人怎麼說 他希望每一個人對他都沒理 這種人 沒辦法做領袖 一用米吃飯 有人 你要怎麼吃 大家都吃飯 不可能 人不用 你要接受 有人對你的補償 你要接受 但是你要接受 如果台東所謂的人會沒理 這樣就很厲害 但是有個人的個性 他就是沒辦法 他如果想到 有人對他的補償 就這樣不吃不睡 他就很辛苦 說奇怪 我往往全世界人都喜歡我 還有人要批評我 如果這種個性的人 你不要做領袖 你做領袖 大家死了 這種人要接受 一定失敗 一定輸 你派這種人出來就輸掉了 所以 贏到輸起來 跟你的個性 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中肥 那個個性 茫茫壯壯 那種人 會贏 是你怎麼說 主角人本身 他也是死在他的個性 死在他自己 勢必公親 就是說 他這個人頭腦太好 不放心 什麼事情都要自己親自來 所以就要打拼了 沒辦法 太吵下去了 太多了 沒辦法 沒人是完美的 你如果說不要太多了 像中肥都不會太多了 太多了 就做了 但是你如果說像主角人 太多了 這樣也不行 所以說 人沒有失傳失敗的人 所以一個人成功 會輸 會贏 會贏 那都跟他的個性有關係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了解自己的個性 油點在哪裡 跨點在哪裡 這種油點不適合做這種事情 你要自己要想清楚 你包括說 淡亂來 什麼失敗 也是個個性的問題 你就找個個性不好的 因為對方是辣妹 你硬要跟他這樣爬這位 就不可能 你問你個性不好 你就不瞭解自己的個性 你只看對方水煙頭 你就要換去 失敗 想什麼失敗 不是說你不好 你跟他個性不好 吉津峰遇到曼廊宗就不好 對方很重生 你很害怕 就不好 所以很多事情 你要了解 那就是個性的問題 這種人的個性 你很高的個性 結果你說要跟一個很欣賞的人做會 真的你就會很痛苦 所以要了解自己的個性 了解對方的個性 當然你說一直要做會 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要怎麼搞定 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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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才有頭痛贏 所以為什麼怎麼會輸 我就說 大部分個性 個性 你的婚姻的失敗 也是因為你的個性 因為你這樣就是太完美主義 你會說個性 要求太多 失敗 思考什麼失敗 最多也是個性 為什麼個性 都想得很好 旁邊有一個很大的 都只想好 說一定會成功 都把事情想得很好 這樣說的時候 轉在老婆 轉到開大堆 要做的時候 做不到那裡 個性 你就失敗 所以 中一集跟大家說 失敗的主音叫做結尾 我這一集跟大家說 失敗的主音叫做個性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 但是我想 最主要是個性 因為你的個性 自己人沒有了解 你就沒有適合做這種東西 你如果要做你就真的失敗 包括我們說要創業 要做事業 你要了解你的個性 你適合做什麼事業 你如果很喜歡趴趴走的人 你做業務 很好 你本身就是 你就對這個 不說再太幸福 你不想跟人家做會 你做業務絕對死 你只看著做 直銷做到下下求 說我也要做 你不可以做 因為這個錢不是你可以賺的 你就沒有那種高興 要賺到錢 對不對 再來 無甘不凶 不好意思 生理人 你就真的要收穫 比較鄉心 跟人家賺 你如果有個故意人 跟人家賺一塊兩塊 說不好意思 要死去 你不可以做生理 真的你不可以做生理 錢賺不到的 我會失去 說我賺不賣 這種人要怎麼做生理 你做的絕對失敗 所以跟什麼關係 一個個性 有一個絕對的關係 當然 我們要討論 有時候人的失敗 也是因為失敗的問題 失敗 天時地利人和 這當然是我們要 可惡再來 一定要可惡再來 因為有時候 剛好失敗不對 剛好這個人 你贏了不對 當然到最後 你就是失敗 所以我相信失敗 原因 大家可以自己來檢討 自己可以 自己來收穫 你一定可以找出 很多很多原因 但是我想最要緊的就是 你找出原因之後 你敢有靈力可以改變 所以我說信用的要緊就是在這裡 信用幫助我們 可以來面對我們 自己不夠的地方 信用是請上帝來幫我們幫忙 信用就是請上帝來做我們的愛情顧問 做我們的需要的顧問 做我們的家庭的總管 我們去找交代上帝 有上帝 這個事情 才有生長的機會 如果沒有上帝都靠自己 你不要想到心心裡自己 人是要很悠閒 你如果心情好情緒好 可能事情要處理好 你如果心情不好 可能事情要處理好 可能事情要處理得很差 所以自己要有機會 好 這部時間到這裡 讓我們繼續收看 謝謝 嗯 心情不錯 來補一下婚 婚曬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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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留下婚 吃粉實在太不好,你說對嗎? 哦,老闆叔 哎呀,哎呀,哎呀 你說人吃粉要學,那沒得知到 補提魚要吃粉? 吃不好會去計時 補提魚吃粉比人吃粉還比較難學 對,十點,因為要抓到那個時間 不可以這樣亂扑 沒有 現在大家在放棄,剛才那個煙是怎樣出來 煙喔,煙到我膝蓋 等一下... 後面的機關放在槍口 接著開始就開了 沒有啦,機中 Isaac Bucco 在這裡,各位觀眾朋友 這裡有一機關,我們說 在這裡,通過後面 這樣在做的時候 我們在做的時候要先把設計起來 對 比如說吃粉的時候 我們在先做一些優陋的動作 比如說,從坐下來開始 走起來 你要稍微看一看 椅子有在嗎 不然那裡最怕拔刀 你如果拔刀坐下去 哎唷 開了 掉掉了 所以要稍微看一看 如果有蠟燒 我們把它拔拔 坐下去 他的腳上先 這個要敲一下 吃粉 先把粉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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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把粉曬這樣 穩穩地沾下去 這火就要打下去 哪吃 哪點 這時候 會卡到一個人 準備在那裡 哦 快搬出去 他就演出來了 哦 所以你看 這炒頭要吃粉 這比正經人要吃粉 要跟我們一樣有 對啦 也有一點雞腳進來 我們要介紹 聖誕靜末醋 補題裡面 他們都有分這個角色 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就是 老火的人叫做末 對 對 我叫做末 因為我年紀比較大 你們看我沒有吹氣 好 補問兵 所以在臉做三帝 三帝 你看老人家補兵 這樣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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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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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有什麼機關嗎 好 沒有啦 那是水手掉了 所以另外可以倒水手就對了 對 你看旁邊這都是倒水手的 我怎麼說的旁邊呢 所以這就是 老人有人 老人 老人家補兵 他在搖的時候都要吹氣搖就對了 對 所以每一個角色我們都會去揣摩 因為老人家補兵 說話中期比較不太俗 所以說話不清楚 少年人比較緊 文文說話話時 如果要起來就像這樣 咩咩 咩 我們就等於老人家補兵 不像這樣出口就起來了 所以要再摺一下 咩咩 咩咩 這樣穩穩地走下去 一步一步穩穩地走 那如果年輕人呢 年輕人就不一樣 像我們的聖誕靜若醜 像剛才我們看這個小醜 這個座也是一樣 不久 他的動作比較調 這個一樣看 你看看 都不一樣 個性都不一樣 咩咩 像像這個小醜就這樣 這樣做 咩咩 咩咩 你太高貴了 你把他灌 掃地的又不是你 像這個角色出來 他會說一個口白 你說 當海出靈海 南山出口茶 如果女婦讓我看 怎樣 漂亮的都我的 對 所以小醜給我 小醜 小醜的時候要先表態 就對了 對 所以那個西谷很重要 他一西谷出來的人 就知道 這是好人 壞人 他的心情是怎樣 如果是比較正牌 小生是什麼 小生 我們這部時間 你要講 純粹是小生 小生 來 小生在坐 他一樣 會比較穩 就要 一樣 硬塞 剛剛看 他就不能跟很iderman 去拔廣 拔廣 拔廣 之後 兒子 一日日移 變一'S 上屬古人熟山林 雖然在外風景好 思念家鄉一片心 秀朗秀金準 他就說 這個詩句就跟你說他是一個幼子 了解 他就要回去 所以他要介紹各式 都是透過他的頭皮就對了 對 所以實在是 你看這是藝術 所以不一樣的表達 他就要用不一樣的角度 讓大家在看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 台天現在要跟你說什麼 這就是我們的藝術 所以這個寶貝是寶貝 實在太厲害了 實在有很多寶貝 我們慢慢吃過來 今天先告一吃 謝謝教會 是 他的功夫 四分之一 謝謝 小廣東 小廣東 好的